太太的想法是怎麼樣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囉 買了才知道 買了還不知道 上了電視才知道 當時無可奈何 買就是買了 當年蓋了透明玻璃屋 計畫做游泳池 打造健康修行會所 焚化爐不但沒丟 是移到庭院另一個角落 開放密眾參觀 更廣邀大家中秋節 去辦大型烤肉趴唱卡拉OK 卻一度發生跳電事件 應該不是電力不夠 沒感覺到怎樣 車場太強的那樣 更有法師跟師兄師姐造訪 說要驅邪傳出靈異狀況 從來沒有過這種情形 什麼情形 就像有這種 這種聲音的出現 我不太相信這一套的 你這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鬼神之說什麼 對啦 你的通靈什麼什麼 都有道德道行 當然都不用 話是這樣說 那客廳櫥櫃上 為什麼擺了三尊神像 這是我媽媽的佛堂 那個房子租給人家了 是 所以我就把它收下來 把它這邊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從哪裡來的 心情 不曉得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無神這些東西 不能說沒有 但是無神也是自己的信仰 我信仰是幾乎他們是不存在的 這個旁邊的樹是我後來種的 這肉桂是我種的 是 我很喜歡來這邊 第一個氣候真的好 第二個我看到生命 植物的生命 動物的生命 早期這邊的門動的是什麼 當然啦 洪先生在我怕什麼 對啊 當時是洪先生在啊 誰敢進來 但是現在我就不敢啦 要守啦 怎麼了 沒有啊 慢慢的這個 可能洪先生退位了嘛 才說不信鬼神靈異 李仕傑突然這樣說 讓人好奇 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特殊感應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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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拜拜 說不信鬼神靈略 好奇